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排骨可以这样吃 这就是网上最近爆火的小竹盖背 做法简单,超级好吃 首先,从隔壁老王家借半扇排骨 然后切成小段 然后加入一勺面粉 用手多抓紧一下,抓至粘稠 然后加入清水 这样洗出的排骨特别的干净 把洗干净的排骨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和料酒 锅开以后撇去浮沫 煮上两分钟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锅里有底油 放入半勺冰糖 把冰糖炒至早红色 放入排骨,反炒均匀 看这颜色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接着再加入葱姜 大料,桂皮,香叶 再加入生抽和花椒酒 再加入蚝油和半勺黄豆酱 反炒出香味以后 加入开水,没过排骨 再加入一勺食盐和白糖调味 盖盖小火炖上30分钟 然后做个小厨的被子 加入300克面粉 加温水,活成面团 饧上15分钟 接着饧好的面团 用我祖传的擀面杖擀成大片 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打上少许的食盐和面粉 撒面粉是为了让饼更有层次感 然后把饼片卷起来 像视频这样做成饼胚 接着再用我们祖传的擀面杖 擀成大饼的形状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的排骨也就炖好了 加入你喜欢吃的配菜 再加入少许的开水 开锅以后用勺子 盖出半碗汤汁 然后把面饼盖在排骨上 把剩下的汤汁浇在面饼上 盖盖小火炖上10分钟 视频报道这儿 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 在家简单一作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 能够点个小爱心 和一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没有您的小爱心 老弟真上不了热门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挣钱少生气 心小事成 万事如意 时间到 这道小猪盖背就做好了 看有没有食欲 家里没有排骨的 可以用鸡块和烘烧肉代替 这最后还是那句话 您关注我做菜的时候 才能找到我 每 优优优独立